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蒙德夫人是个年迈忙人,但她决心不依赖他人,每日黄昏独自外出散步,以锻炼身体,呼吸新鲜空气,她用一根脏脏触摸四周物体,日久遍对他们的位置,了如执掌,因此从未迷惑路。 但有一天,有人看到了长在她散步壁金之路旁边的一些松树,于是黄昏她独自外出散步时,她的手脏触摸不到这些熟悉的松树, 她感觉到自己遇到困难了,遇到麻烦了。她停下来,宁静的心神想一想,听一听。 却听不到有其他人的声音,然后在她又往前走一两公里后,她听到脚下有流水声,水。 她叫了起来,她叫了起来,指住脚步,我迷路了。大概是吧? 现在有十游八九站在一座桥上,而且脚下肯定是条河。 记得有人曾告诉我本军的这个地方有条河,但我不知道她的位置确切的位置。 我怎么样才能从这儿回到我的小屋去呢? 突然她听到旁边传来一名男子,有好的话,有好的问话声。 打扰了,我能帮你带什么忙吗? 带点什么忙吗? 您心地可真好,他们的夫人说,好吧。 那我就不客气了,我每天旁晚散步时,凭你认路的一些树被罚倒了。 要不是这么幸运地碰见你的话,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 你能帮我回家,好吗? 当然可以,那男子拿到您住在哪儿。 阿蒙的夫人将弟子告诉了他,于是他们上路了。 男子带老人回到小屋后,老人去邀请他,进屋坐坐,请他喝咖啡,吃糕点,并向他表示了深深的谢意。 别谢我了。 他答道,我还想谢你呢。 谢我,阿蒙的夫人十分惊讶。 这到底是什么呢? 我,那男子凭近的拿到十步相瞒,遇到您之前,我已在黑暗中站在那座桥边很久很久了。 因为我想了,决定跳到河里把自己淹死算了。 但现在我再也不再这么想了。 给心灵洗个澡。 今天的启发是,生活的压力,工作的不如意,常常使我们垂头上气。 心灰意冷,甚至绝望。 在绝望的黑暗中,您要抬头请胸看一看。 还有一盏灯正在照亮您的前行的路。 谢谢。 谢谢。